在这两天大家注意全台湾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 现在Open奖对上的是全联先生 但是Open奖背后的教主究竟是谁呢 徐从仁 可是我们注意哦 徐从仁现在入主了全联 再来呢 整个变化会如何的变化 但徐从仁在那Open奖7-11里面 已经待了27年的时间 但为什么他要离开这7-11呢 这是否代表着一件事情 有一个灭人计划正在默默的进行当中 要把徐从仁给灭掉 而徐从仁迫不得已之下 他才离开 在今天龙卷风里面 我们就会来揭秘 那要从2012年6月21号开始说起 当时在统一超集团的内部 出现了一封神秘的信 这封信署名叫 珍重再见600字 广为网站流传 大家看了 你猜这封信谁写的 谁写的 是他们的许总写的 什么 许总 珍重再见 等一下 你要走啦 许总在这统一集团里面 待那么久了 他为什么要离开了 怎么可能再怎么样要走 也不是你走 所以很多人都开始猜测 有人看了这文情必茂的600字 先是声泪俱下地说 好想念许总 你不能走 也有人看了是想 许总会走 会不会是因为他身体出状况 会不会是他可能想要过一些 比较清闲的日子 所以流言是起 大家都在猜 大家都在纳闷 但到底是什么原因 要让许总人 珍重再见呢 其实这背后 就是快狠准战神 跟我们讲的高富帅 警察的一个高手过招 话说原来这中间还有高手过招在其中 当然啦 话说再往回推45年 也就是2007年的时候 当时高富帅女婿罗志仙 接下了统一集团的总经理 他奉行的是年轻化的政策 你要晓得他是美事作风 他是流美的 所以他希望整个集团里面的人事要年轻 那他就下了一道命令 他说只要年满60岁 你就必须退居幕后 到总经理室去做幕僚 如果年满65岁呢 那你就可以退休了 等一下 订这条文出来应该有所抑制吧 你讲得对 徐重仁跟你同样的 心来宰宰 我的大县到了 因为驸马爷下了这道命令 但驸马爷下令的时候 这徐重仁刚好60岁了吧 准 结果呢 徐重仁呢 我们可以说是故作姿态也好 假惺惺也好 不管 当然嘛 就奉上了一个退休令 给他的这个长官一个签诚送上去 给董事会看 那我退休嘛 对不对 这个时候有一个人出来了 其实我说真的 很多人低词诚 都是想要看到这个人出来 谁 老董事长高清润先生出来了 高清润出来了 阿仁啊 你说说了什么 阿仁 你六十啦 是啊 看起来还很年轻嘛 你想想 我都八十岁了 我都在你继续做了 对不对 但姐 但姐 你这么一讲的话 那意思说高清润就是说 你徐重仁可以做到八十岁吗 说啦 说就你说啦 你不继续 老来跟我逗三天嘛 其实徐重仁就是想要这个嘛 董事会一听老董说话了 当然就什么 继续通过徐重仁留任 但是徐重仁这一留任 不就等于是元老派战胜了改革派 你是罗志仙 你心里是不是很不是智慧吗 大家要晓得 高清润的左右手一向都是什么 高富帅女婿罗志仙 跟快狠准战胜 因为高富帅是刘美的 快狠准是刘日的 两个经营理念是完全不一样 好啦 结果改革拜下正来 你想想看 他是刘日的 他重情重义 他是刘美的 他凡事都要赏罚分明 对不对 好 要年轻化 那拜下正来再加上 罗志仙 他有一个前居之鉴 怎么说 2007年当时他担任 统一集团总经理 可是统一集团还有一个总裁 叫做林苍生 结果林苍生也是属于元老派的 那时候很多下属就搞迷糊了 我们现在重要的文件 是要给罗总签 还是要给林总签 你是罗总 你心里爽不爽 你当然不舒服 我的执行力全部 可能都会因此没办法 因此碰壁 那我的老丈人 是不是就会质疑我 但是反过来 统一超 你看徐从仁死里逃生 继续留任 他却越做越好 偏地开花 版图横跨了 百货 餐饮 居家 物流 药庄 文化出版 还打到了中国大陆 菲律宾越南 打到哪 赢到哪 你这个高富帅女婿 你该不会只剩下高富帅吧 雪上加霜的来了 你看看数字会讲话 来 同一超的股价 有买过的都知道 现在已经200多 你看当时已经飙到158块 全年营收2000多亿 EPS6.53元 这还要比吗 股价15.5 营收才200多亿 EPS0.17 难看 但是你有没有注意到 两边的差距还真的是蛮大的 你说光EPS一个是6.53 另外一个话是0.17 是啊 这时候你是罗志仙 你怎么想 这样差了几倍 差了 股价 你看股价差了十倍 对啊 你是罗志仙 你怎么想 林昌生 你不理我 徐从仁 你不瞭我 那当然啦 一定要跟老婆讲一下 那当然是高清月的女儿 才会叫驸马爷嘛 高秀玲 但是他是独生女 也就是说罗志仙 是唯一的驸马爷 没有别的驸马爷了 好啦 回去跟老婆讲 憋屈啊 肚子不是滋味啊 老婆帮他讲话了 因为老婆也觉得 父亲大人 你不能够小看了 这个罗志仙的 这个所谓的执行力 所以他就讲了三个重话 第一 他说 统一超商太骄傲 他还说 全家超商做得比较好 天哪 统一的人去说 全家做得比较好 第三个 他说 你不可以都用子弟兵 这不就是指 他的爸爸的左右手 像是林昌生 或是徐从仁这种人吗 好啦 结果呢 当罗志仙后来 渐渐掌权做到了统一 集团的董事长之后 罗志仙的第一要务 你说会是什么 当然就是 要让许总 给我如期退休 好啦 他此话一出 当然不能讲得像我这么狠 他必须讲得温柔一点 他说 我想啊 徐从仁在今年里 就应该满65岁了 那如果再续聘 那三年后不就67了吗 我的老丈人高庆院 也没有这样啊 我不能打破规则 要让新人出头 此话一出 投委会就知道 赴马爷的意思了嘛 赴马爷的这么说了 我们怎么会不照办呢 高副帅对上了快狠准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后是谁赢呢 目前看来是 高副帅略胜一筹 但我们注意 高副帅有一个非常好的 弦内助 这个人是谁呢 高秀林 高秀林他本身 其实在幕后 有一个成功的推手 他是这个罗志仙 最重要的推手 因为他这么一推 让这罗志仙 可是飞上天空啊 每一个成功的男人 背后都有一个厉害的女人 但是呢 在我们在讲高秀林之前的话 先要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 其实当初 徐从仁他要退下来的时候 那时候就有声音说 我们一向是重视人才 有人才的话 我们才有今天 是不是应该 设一个副董事长的位置 让徐从仁来做呢 这时候 就有另外有人跳出来了 怎么说 他说统一钞 能人闲事很多啊 再轮到谁来做的话 恐怕也轮不到徐从仁吧 毕竟他年纪已经到了 所以我们知道 其实原来 看似祥和的气氛之下 底下的暗潮 也是非常的汹涌 所以最后他这边 副总没做 跑去那边当总裁了 跑去全联先生那边当总裁了 所以我们说 得知 我们在这个地方失掉的话 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 就有机会 赛翁失马 焉知非福 但是我们再来说说高秀玲 我们刚刚在看到这个影片里面的话 有一个漂亮的女生 但是她是站在罗智仙的影片里面 罗智仙的中间 然后旁边有个漂亮的女生 漂亮的女生在旁边 她在想说 这个是谁呢 去查查统一 她的一个股东名单 最大的股东不是高秀玲 是高秀玲 最大股东 那就是她女 对 她就是高秀玲的独生女 但是虽然她是独生女 所以说起来身价的话 也是百亿了吧 但是她却是非常的低调 低调到什么样的地步呢 她的生活方面 一些公开场合 她都非常低调吗 对 你注意真的低调 刚刚在画面当中 你看 她就在站在旁边 但是都默默地站在后面 都没有出声音的 没有说到说统一集团 是我老爸的 他都不会坑这些话 没错 我们看到画面上面 其实罗智仙在旁边的时候 默默地走在画面的后面 有没有注意到 对 她就站在旁边 然后站在后面 她把光芒留给她的老公 这时候她被记者逮到了 但她就说 你还是问罗总好了 我们把这些事情 留给罗总来说 她把光芒的话 留给她心中重要的一个男人 这就是高秀玲 当然这个时候 大家在想了 这样子的女生的话 她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天赋 其实她是外柔内刚 我们不要看她说 好像点点头 然后话讲得不多 你看她只去哪里 她只去统一超年度的原优会 这是统一年度原优会 她才会出现 是 因为她对统一超 她有特别感情 其实不要小看高秀玲 以前她刚回国的时候 她在统一超内部里面工作 所以她每一年的时候 原优会她会回去 她曾经在2004年的时候 想说我们来帮统一超 我们来设计一个比较特别的东西 她就找到设计师方国强 方国强可能大家不熟 法国知名分析师 但是她的岳父更有名 叫王永庆 那大家都知道 对 大家都知道了 拉到这么大咖 然后设计一个情人的礼物 一下一炮而红 在这种情况之下 高秀玲她的才能 慢慢地显现出来了 然后最近这几年的话 跨年演唱会 大家才刚跨年完 在这一次的话 南部最夯的 南部最夯 你说孟时代吗 孟时代没错 什么 孟时代 对啊 那也是高清院的 孟时代的董事长 就是高秀玲 孟时代董事长是高秀玲 对 耗资300亿 全台湾最大的 然后他找了谁呢 五月天后 全场都害翻了 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为什么会由孟时代来主持呢 因为当时的话 高秀玲其实他在台北的时候 他看到说 一场101的跨年晚会 这么多人 为什么我们高雄 我们南部台南的话 不能够有这么样的一个 跨年晚会呢 所以他就把这跨年晚会的 idea的话 然后在南部盛大的展开 但这几年真的 大家说实在 全部都是骇翻天 然后他要复制到什么呢 他要复制到台南去 台南未来的话 有台南的南宝孟时代 南宝孟时代预估今年的话 可能营收就有100亿了 比去年成长25%以上 这就是 你看高雄的孟时代的 这个跨年的时候的烟火秀 也真的蛮漂亮的 对 他的烟火的缤纷 然后再加上当时的五月天 这些明星的出座 所以还要再打造台南的 是 他要把整个成功的经验 不断地再复制 台北留给他重要的男人罗志先 然后他在南部来打拼 然后两个夫妻的话 联手来创造这一件的事情 那林老师 像这样子的话 能够创造多少商机 这个商机动辄都是以百亿作为计算 但是他作为计算 刚刚中博有提到 说他曾经提到说 统一超跟全家来做比较 他不是随便说说的 因为他自己就讲 他把人家专访全家的录影带 董事长 潘金丁的录影带的话 他跟罗志先两个坐下来 就看两遍 他看敌人看得非常的清楚 所以他才说出这么样的一句话 那么另外以前全家在夏天的时候 推出双激灵 卖翻了 他想说那我们也来推过双激灵 别人没有的我们一定要有 我们有的别人不一定有 这样子才是统一超 所以他就从国外北海道 这边引进事业乳品的一个冰激凌 冰激的话果然一炮而红 重新的带领统一的统一超商 他的一个食品跟设计的话 迈向一个高峰 看看Seven能够这么的成功 其实其中还有许多的玄机在当中 什么玄机呢 你看到大金小巷的Seven-Eleven 你进去付钱的时候 他在那边啪啪啪按的收音机 你以为他在按什么 其实里面有一个成功的密码存在 那个密码可是NASA等级的POS系统 有这套系统 Seven不成功也难 是 其实我们一般消费者都不会注意到 实际上Seven在2004年 就引进这套堪比NASA的这种系统 你知道吗 他花了多少钱 花了40亿 等一下 他经过这套系统要花40亿 非常可怕 你说那个按钮按一按就40亿 是 怎么这么多钱 而且他花了三年的时间去建制 你看这要花他多少成本预算 他随时要200个人去监控这个系统 可是一下看 一个平凡无奇的超商里面 居然会有一套40亿的系统存在 我跟他讲一个就更离谱 他这里头居然还结合了 气象预报系统在头 这你最专门的东西 结合了 怎么可能 你看你会觉得你做个超商 干嘛搞这个 你不会觉得他有神经病 超商怎么会有气象预报系统在里面 那我跟你讲 你刚刚就错了 实际上我们平常一般消费者 我们都没注意到 当你去随便买个东西 比如说你买你最喜欢吃的卡拉姆酒 或者这些其他的 这些零食去的时候 你看起来好像只是逼一声刷卡过去 对不对 是 其实不是 他在帮你打这些收据的时候 他会把你 比如说你的年龄 你的性别 等一下 你的消费习惯 你跟什么东西一起买的 我全部把你汇整到里头去了 怎么可能 你看这个案件上面看到没有 老男老女 壮男钻女 亲男亲女 中男中女 小男小女 然后我把你全部打在一个上面 你是不是你同时买了哪些 也就是说我现在如果看到你性癌病 我可能就把中男按下去了 对 你是18岁到13岁了 所以也就是说代表说 感谢你 你的年龄层 我已经先输入在里面了 但是发票上没打出来 发票上不会打 这是他们PoA系统 自己内部要用的 原来是这样子 你们消费者是看不出来 但实际上我看过他们的后台 他们的后台这个PoA系统里头 会显示 比如说我今天这个产品 我今天卖出去 在某一天 哪一个 比如哪一天是高峰 哪一个时段是低峰 然后什么时候 哪一些人去买的 什么年龄层人去买的 他全部都记录在里头 然后甚至这些人买的时候 同时购买哪一些商品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 像以前徐崇仁 他在7-11高层的时候 这些高层 他坐在办公室里 电脑一打开 结果这家店 那家店进来哪些消费者 我电脑上面 全部都排列出来了 所以你不要以为 你只是去7-11-11买个东西 原来神秘的40亿系统 就在这个里面 你的一举一动 其实完全被徐崇仁 他们看得一清二楚 这么恐怖 我们就以同样 有引进这类似的系统 以美国知名的Walmart 来说好了 Walmart就靠这个系统 他分析一个很有趣的事情 他发觉尿布 经常会买尿布的人 居然有40%人 会去买啤酒 买尿布买啤酒 怎么会画上等号 因为很多 尿布不是小孩点 对 因为美国很多成人 就是男生 男生他去 这个Walmart买尿布的时候 顺手就带了 一手啤酒回去了 所以他们就发觉 这个时候刚刚好 如果说这个消费行为 是可以结合的话 因为有40% 这是不可以忽略的经人数字 所以他们就把尿布跟啤酒 摆在相邻近的地方 是不是马上就促销成长 难以想象 我们的尿布旁边 通常是湿纸巾 怎么会有旁边 尿布旁边还摆的是啤酒呢 对啊 所以可是问题是 你不要看到 他们就是靠这套系统 他把这个商品 做这样策略性的调整之后 你知道他 结果呢 他的啤酒跟尿布的销售量 增加了三成 什么 真的啊 对啊 所以真的是非常有用的系统 你千万不要小看他 人家愿意花40亿 不是没有原因的 原来这40亿 因为就只是这些案件而已 但是这些案件里面 藏了这么多玄机 对 我跟你讲 还不只是这样 我刚刚是不是有讲到说 他还结合气象预报系统 其实这个气象预报系统 不是告诉店员说 你今天来上班要穿雨衣 下班要打伞 不是这个意思 其实他在干什么 还是收音机上面 那个萤幕出来说 中央气象局提供了多少度 那不是单纯一个服务而已 不是那个东西 我跟你讲 其实他是要干什么 是在提醒店员 比如说今天24至27度的时候 你冰瓶 防晒乳 你是不是要赶快准备好了 因为这个时候天气热 天气热起来了 可能有人要防晒 要吃冰 对不对 22到25度的时候 冷饮 冰咖啡 杀虫剂 昨天 还有今天的南部 就需要这些了 因为像阴凉气候的时候 有的时候一些蚊虫会很多 你要准备一些杀虫剂 那17至20度的时候 当然布丁 沙拉 优格 这些青石 对 让它吃冷舒服 马上就出来了 17到20度的时候 就是这些东西 就要开始出现了 那如果温度更低 比如说10度以下 像现在台北市已经15度了 对 这时候什么 湾东煮啊 茶叶蛋啊 是不是就要打出来了 暖暖包啊 对啊 这些温暖的东西 全部都要出来 每天掉到11度 所以这些温度指数 就是它的贩卖指数了 那实际上 日本还有一个更有名的 叫753感冒指数 什么 这听不太懂 对不对 跟73一部队 是不是有什么关系 其实完全不是这样 它当天如果 如果一天从早到晚 温差如果差到7度以上 或者说两天 昨天跟今天 温差差到5度 那同时这个时候 如果湿度差大于30%的时候 你要干什么 表示我的客人 很容易就会感冒了 这个时候最相关的药品啊 感冒药啊这些东西 全部跟感冒有关的东西 我就要赶快上架 真的啊 那今天7度就要准备了 因为今天跟明天的温度差距 绝对超过7度啊 而且再加上湿度 绝对超过30%以上 所以这个就是人家厉害的地方 其实它都是完全有学问 它绝对不是在做一些 没有意义的事情 那实际上更有一个 大家没有想到的地方 7度还有一个厕所哲学 厕所哲学怎么说 你有没有注意到 最近的7度跟以前不大一样 最近7度多了很多座位 对不对 对 对 以前7度大分的马人就走 现在都多了很多座位在那边 然后多了很多厕所 让你可以去上厕所 等一下 那厕所不就是 人家方便而已啊 对啊 照理来讲 这个好像只是一种 单纯的服务 而且也没收钱啊 对 甚至好像会造成 店家的负担 而且它里面还一堆热纸 是 纸巾人家 还有人进去抽 对 你还要去清扫厕所 什么对店员来讲 造成负担对不对 其实错 这样能赚钱吗 我跟你讲 因为这样子 你知道 它的来客数增加了三倍 三成 等一下 往个厕所 为什么增加三成 理由非常简单 你今天这个地方 有厕所可以上 我在大街上 有的时候想要内集的时候 我是不是直接 就冲到你7本去 前天晚上我下班就这样子 对啊 就这样子 对啊 同样的 现在外面 有的时候天气很热 有的时候天气很冷 那这个时候 你7本刚好有座位 我就去坐着嘛 反正免费吹冷气 有的时候热的时候 因为我上完厕所 我就去买了一个饮料喝了 那有的时候我甚至坐在里头 看看报纸也好 可是这些东西 无形之中增加了多少营业额 所以这样子业绩就增加 1.5倍 这么多啊 你知道非常非常简单 因为他坐在那边久了无聊 他总会想要买个东西吃 买个东西喝嘛 怪不得现在新的7本里面 全部里面都有厕所了 对 所以你不要看他一切 而且他门口还用个扛棒 上面还有个厕所的标志 对 所以他就是要吸引你过来 无形中就增加了很多消费 所以这是7本里面 能够成功的最大秘诀 你可曾想过 啪啪啪啪啪的按 按的当中 就把一些资料 全部都传到总公司里面去了 想想看7-11 里面居然有这样子一套 40亿的系统 但是我们倒回来 再来说谁呢 徐从仁 徐从仁其实他在整个工作的表现上 高清源看到他就觉得 好像似曾相似 看起来就像那60年前的高清源 一模一样的翻版 是 但是要能够把它设计成功 一定要特殊的行销手法 我们都知道说 统一超其实最聪明的 就是塑造了凭空 塑造一个人物 叫做Open Jack 对 Open Jack 所有的小朋友全都认得他们 没错 像我到高雄去旅行的时候 旁边还有人戴Open Jack的头 我小孩还要把它拿过来戴在头上 他觉得戴这个帽子很光荣 代表整个宠物的话 他是塑造成功的 我还有好几件T恤都是他的图案 对 可见他已经深入明信了 但是统一超用的手法是很特别的 叫做祝然就是美 Lock Jack很可爱 祝然就是美 没错 你如果说我今天一直打广告说 我的Open Jack多可爱 我的Lock Jack的话多帅 这些民众可能看过去就忘了 电视上都是这种广告 但是不小心T恤的东西 反而让大家都觉得非常固守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Open Jack 在当年的话新闻 曾经报过一个影片 T恤也可以行销 对 T恤也可以 跳得很好 记忆高超 你有没有注意到 带着帽子还掉下去了 等一下 怎么掉下去了 是 他一脚踩空 大Open Jack爬不起来了 你看Open Jack他起不来了 一堆人冲上去帮着他忙 头太大了 他用四五个人才能够扶他起来 可是为什么一起来 马上会继续跳 对 所以我们说 这个公图生真的是敬业 统一真的要包个大红包给他 对啊 当他这个影片 统一把它放到网路上的时候 刷一下 但是这样子不是属于NG画面吗 怎么居然还放到网路上面去 让大家看呢 没错 NG才可爱 NG才可爱 对 现在很多的偶像剧 它后面的话都咬大概是 二 三十分钟的NG 大家一看到NG才觉得说 NG最可爱 不只Open Jack可爱 这个Lock Jack的时候 它也曾经有一次 搞笑的情况出现 这个是某大百货公司 这Lock Jack 等一下 右边那个是Lock Jack 对 然後呢 Lock Jack脚上面是什么东西 奇怪了 褲子 怎么掉下去 等一下Lock Jack褲子居然掉了 没错 他跳到连褲子都掉了 你看你看 Lock Jack要拉 他拉不起褲子 他没有手 所以拉不起来 没有手 你不讲 我还没想到 我想到他为什么不拉起来 糟糕了 好 拉不起来 干脆继续跳 这个叫做敬业的精神 结果敬业到 褲子黏在这个脚 脚踝上面 还继续在那边跳 对 所以 Lock Jack这段影片上面的话 统一操把它放到网路上面去 也是刷了一下的话 自己神经画面也放到网路上 没错 但你看那个Lock Jack都快滑倒了 他还继续在那边扭动 他的屁股跟脚 对 而且我特别佩服他就是说 他两只脚 即使被褲子套住了 他也能够继续地滑动 这也创造了上百万的点月率 那么这种特殊的 这个行销的手法 这就是统一操他的一个绝活 不过以统一操来讲的话 他最大的特色就是什么呢 他的整个统一集团的创办人 高清院 但是你注意 你看一下 先看到这个 你看到没有 居然你刚刚有看到画面上面 他讲不是那个裤子掉下来 他还可以做成这样的公仔 有没有看到 裤子真的穿不上去 你看到没有 没错 这样子的公仔都可以做得出来 可以变成这样的公仔在卖 在当年的12月24号的时候 他们还特地运用这个维机 变成一个转机 推出了叫做脱裤的公仔 电脱裤的公仔 那么这些就是统一操 他特别的一个行销的手法 我们讲到整个统一集团 他的一个创办人高清院 其实他在年轻的时候 他非常的辛苦 他是贫困出身的 属于台南人 白手起家 对 他完全是白手起家 那我们说 以这个高清院来讲的话 他在年纪轻轻的时候 他的父亲就过世了 我们不要看 他现在当时创办成功之后 他穿着西装 然后才有这样子的相片 那么这个是南访的创办人吴修琦 他当时的话 他只是业务经理 高清院那时候还是做纺织的 而且还是业务经理 是 因为他在13岁的时候 他父亲过世了 过世的时候 他一开始 他只能够怎么吃饭 叫一路寒鸡胸的羹 吃红番薯的羹 因为他没有那么多钱 最后的话 包括像到布行的当学徒 甚至于他的月薪只有15块钱 结果他有机会 然后跟吴修琦家族的话 进入他们这个集团一起合作 到最后 没有念什么书 辍学的人 他在十几岁 二十几岁的时候的话 他就当了总管 那二十六岁的时候 南访创办 他就变成了南访 他的一个第一任的业务经理 二十六岁 没有学历 他才二十六岁 就有这样的成果 就已经不得了了 就是他这样拼苦实干的精神 真的是白手起家的拼出来的 但是他在二十六岁那一年的话 他也决定要闪电的离职 等一下 做到这个位置的人 通常不会愿意就这样离职吧 对啊 他怎么就这样子不练倦 这个位置突然之间就离职了呢 是 就众说纷纭 有人说集团想要请大学毕业的总经理 嫌他学历不够 对 有人说高兴愿他想要创业 所以他特别的就想要去离开 那么据说当时他们特地召开这个董事会 那当时这个董事会他就 有一个董事的话就发言了 听说因为南法他有采购 采购棉花 棉花正好是高兴愿负责的 他就说 这采购好像有一些收回扣的嫌疑 俗可忍 俗不可忍 说他收回扣 对 在高兴愿来讲的话是非常大的侮辱 所以传说他当时的话 他就把他的财产 薪水 储蓄全部交出来 他跟老板吴修吉讲说 你查看 真的是真的 我妈最早 结果吴修吉的话他表示说 沒關係 我相信 但是高兴愿他自己心里想一想 他觉得你还是创业 所以他后来他就创了这个统一集团 到最后的话统一集团就变成了今天 这样子的话横跨两岸三地 华人最大的食品企业的规模 高兴愿真的是白手起家奋斗起来 但是我们再来看看徐崇仁 徐崇仁他在这个统一企业里面做了27年 最后被赶出去 可是徐崇仁的儿子徐安生 他也在统一企业里面 可是他因为犯了一点点小小的错误 结果黯然地离开了统一集团 徐安生何许人也 可能各位观众比较陌生 陌生啊 我讲田田圈 Mr. Donuts 你就联系了 可是还是不知道 田田圈是日本的 怎么跟他有关 怎么会跟徐崇仁的儿子徐安生有关系 没有关系 好 其实徐安生 他是从小在美国就长大的 你知道吗 很早就被徐崇仁送去美国了 结果他在取得博克莱大学 经济系的学位之后 回到台湾来 还蛮优秀的 徐崇仁告诉他说 小子 你给我从最基层开始给我干 就被他老爸一手丢进了统一集团 可是真的是从最基层做起 但是他这个高材生也蛮争气的 他很上进 好 然后呢 他就有一阵子 他跑去日本考察的时候 他突然进了日本一家七彩店 卖什么 卖甜甜圈 他就进去 吃了一口 哇 金文天人 怎么这么好吃呢 然后他就说 老爸 老爸 我们一定要引进这个东西 叫做Mr. Donuts 你知道吗 这个东西在台湾一定会大卖 好 徐崇仁一看 这个东西 真的可以在台湾大发力士 因为当时台湾还没有这样子的甜甜圈 儿子 你马上给我到日本去集训 密集训练45天 回来 这一件事情就交给你办了 好 OK 全台第一家在天母店 在天母对不对 天母的Mr. Donuts 你看天母的Mr. Donuts外面 排的人满为坏 大排长龙 排了好几条街 为了只买个甜甜圈吃 吃了那心里面觉得甜甜的 就要排队排个一两个小时以上 什么 戴梨刚先生你有干过这傻事吗 我跟我老婆都干过 六七年前 我跟你讲 真的啊 你还去排队 我从微风店 从市民大道排 从复兴南路排到市民大道 这事我都干过 你知道吗 哇 好吃 所以你也是这样子在排队的 我也是其中一员 当时还没认得我 他还不知道 我是nobody 我告诉你 我是看到这么多人 我就闪开 我根本不愿意排队在里面 好 你就晓得 当时这个魅力 连我都中了 好 你就晓得 好 一个甜甜圈 到底它厉害在哪里 以前的甜甜圈 就是长这个样子嘛 对不对 各位观众 你小时候就吃这个 就一个甜甜圈 一个面粉 撒了糖 不结了吗 是啊 好 对不起 Mr.Donuts 徐安生的这个甜甜圈 可不一样了 怎么说 你要吃抹茶口味吗 还是要咖啡呢 还是要巧克力呢 对啊 口味非常多 各种巧克力都有 对不对 草莓的也有 然后每一个都很可爱 我跟你讲 这个他们最注重的是什么 你知道吗 注重什么 就是揉面团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你说面团 面团 就是那咬下去的味道 对对 跟别的甜甜圈都不一样 有甜甜的感觉 没错 而且也不会太甜 对不对 揉面团有个 有个pepper 有什么pepper 一定要注重温度 所以说当你在揉的时候 就要插进一根温度计 每一个甜甜圈具 还要注意它的温度 你没有听过 你做个甜甜圈还要插温度计 因为每一个都是手工制作 在自己的门市手工制作 每次推出来都新鲜 这也是一种什么 这也是招来生意的一种保证 每一个donut 每一个甜甜圈 它都是有魔法的甜甜圈 什么叫有魔法甜甜圈 怎么说 他们 我跟你讲 他们标榜 Mr. Donuts标榜的是 祈祷式经营 所有的员工 每天早上和下班前 都要念五分钟的甜心魔咒 什么叫甜心魔咒 上班跟下班都要念 对 要念 这祈祷式经营 来 我可以给各位示范一下 就是说 每次上班的时候 跟下班之前 你都要这样 五分钟说 希望看到你喜悦的笑脸 希望看到你喜悦的笑脸 你说我这样是很阿呆吗 绝对不阿呆 为什么 怎么说 因为具体的内容 是不可以公布的 这是商业机密 原来这个东西 还是好像秘方一样 不能讲出来的 不能讲 可是这是祈祷式经营 每一个员工都要做 每一个员工都要向心力 好 所以Mr. Donuts 在台湾就打出了 很响亮的名号 对不对 所以这是徐从仁跟徐安生父子 在统一集团里面 大胜的第一仗 原来啊 这一仗打赢了 民生大好 对不对 好 那就是真的很成功 对 没错 这个时候徐安生他又看到 这个小小的 日用生活品的量饭店 对不对 可能也是一个商机 对不对 好 他又跟老爸徐从仁 联手引进的Plaza 什么叫Plaza 立冈 你有没有看到 有一些小小的那种生活馆 里面有很多 小勺子 小汤锅 小碗 对 很 我跟你讲 自用品的东西 东西非常可爱 超可爱 可是不贵 两三百块就买得到了 你知道吗 他们觉得这个东西一定可以 在台湾大发力士 大为展店 好 开始展店了 台湾设立总部 还部署了很多采购人员跟设备 可是第一家门是一成立 我跟你讲 营运根本不如预期 上门 门可罗雀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因为他跟同样是日本引进的叫台龙生活馆 对尬 对打 你说性质太雷同了 台龙生活馆根本没有什么台湾总部 也没那么多采购人员 所以说他行销的成本低很多 听说低到 连对手都会觉得不好意思 真的啊 对 那你这样子 行销成本那么高 你的利润在哪里 我跟你讲 弄到最后没有多久 你知道 徐从仁跟徐安生父子你知道吗 他们黯然就觉得 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结果总部下令 撤 全部撤 徐安生他就说 其实我不是难过公司关掉 是这么多我找来的员工 一夕之间被我给裁掉 好 那他说老爸 同意我也待不下去了 我主动紧持 老爸就让他 徐从仁让他黯然离开了 离开之后你要做什么呢 他跟老爸说 不如我开计程车好了 徐从仁气死了 我让你去美国念MBA回来 你说你现在失败了 你就给我开计程车 那怎么可以呢 你知道后来 徐从仁到底干了什么吗 听说也让徐从仁非常的傻眼 究竟他做什么去了呢 徐从仁的儿子 你想想看 徐安生居然离开之后 他说要去开计程车 你能相信吗 一个美国读到MBA的人 回来台湾以后 觉得工作不如意了 他要去开计程车 他真的跑去开计程车了吗 他离开了 那他去哪儿 我们先不要管他 先来看这是一家什么 牛肉面店 你看这些门口 这家很好吃耶 门口还排队的 你知道吗 知道 这些坐着这些人在干嘛 他们不是在这里聊天打闭 他们在排队 排着等进场 因为外面有椅子 你要等着排 然后里面有空位的时候 才能进去吃 对 你看我告诉你 这家店 他一开仓 他就夯到不行 那个时候排队人潮 都不说 连外国美女都在采访 奇怪 你做个面是有什么好采访 那他一定是有异于常人之处 好 画面里头你可以看到 好多的商人 好多的客人来这边吃 对不对 生意兴隆 而且他在洞区 外国记者刚刚走进这家店 对啊 他们想要来访问这家店了 还有他开在东区 你看这开在东区 都是非等闲之辈 都是一些高级的沙龙 高级的品牌的旗舰店 或者是西洋餐厅 外国餐厅 怎么会突然跑出来 卖牛肉麵的 还有我刚才讲了 你看这煮麵的师傅 我刚才不是跟你说 都是年轻人吗 对不对 真的都是年轻人 而且煮麵不是老塞才厉害吗 为什么年轻人也能来煮麵呢 好 我跟各位讲 但是你注意 这画面上这个人很面熟 徐崇仁 徐总啊 你不是流通战神吗 你怎么会跑来这里吃麵 连你都未来这里站台 那我就觉得奇怪 这家面到底是有什么 神奇的地方 还有刚刚外面的时候 你有沒有看到 有一个人一直受访 那个人面口好熟 有露到一个镜头 他谁 这个人究竟是谁 究竟是谁 我们广告回来再继续告诉你